今天我來西貢 你知道西貢有很多東西看嗎? 我這次介紹的是一間狗狗的cafe 和壁畫 如果你未來過的話 這時候可以讓大家一齊欣賞一下 一齊看看吧 我們這次西貢第一站 就是柴太郎咖啡室 它的地址是西貢市長街11號地鋪 在大街逛大約5分鐘就到了 進去之後其實都尚算很乾淨 不如看看它的菜單有什麼好吃 最後我選了卡邦尼意粉 和沙文魚沙律 卡邦尼意粉老實說 賣相和味道都是一般 但是反而我們點了煙沙文魚沙律 味道和賣相就真的不錯了 裡面有蒜蓉多士 又有豬肉腸 當然有煙沙文魚 和薄燒牛肉 還有一隻雞蛋 味道呢 這次我覺得呢 真的好過意粉很多 然後再來一杯呢 就是脫脂的鮮奶咖啡 我就真的覺得一般 但是最漂亮呢 當然是太郎的樣子 印在杯上 沒辦法 有太郎 所以 怎樣都要加一兩分給他 突然間呢 店主就說 今天花4點 不是吧 現在才1點 玩到沒東西好玩 牙籤也要玩一份 如果不就怎樣等 所以最後呢 就決定不停地在這裡自拍 又自拍 自拍 又自拍 但是呢 往往驚喜呢 總會在後頭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不如看看 我呢 就來了西貢這一間 是太郎的cafe 想著呢 就拍他的店主 狼汪汪給大家看 但是呢 剛巧今天呢 原來他是4點才開工 真是做 無邪好過做人 他是一隻柴犬來的 但是我就無緣見他了 拍一拍這裡的範圍 給大家看看 其實在室內呢 就有8張桌 而在室外呢 就有2張桌 都尚算是舒適的 那在店裡面呢 都有柴犬的相片 也都有他的紀念品可以買的 那你都可以隨時去拍照 我一見到有人走開了 我就立即飛過過去 跟自己自拍照先 不是開玩笑 好可愛啊 他 我可不可以拍他一張照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可不合作 我可不合作 嗨嗨 他叫他 夢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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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啊 夢夢 夢夢 拍攝三寶 拍攝三寶 他OK的 但他轉去 萬一轉去那邊 很搞笑 你要熱身 夢夢 夢夢 好像有點尷尬 對 為何你另歪面呢 夢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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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是否打算見太郎 可以和他一起玩 他不行 遠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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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害羞 還是會惡 他不喜歡狗 他喜歡人 他當自己是人 我喜歡人 他搞笑 他很可愛 看一看 看一看 他有多歲 四歲半 四歲 夢夢 好可愛啊 我站在旁邊 遠遠拍一張 和他拍一張 看完零歪少少 好像有點尷尬 為何你零歪面呢 我們真的很幸運 這樣也被我們撞到另一隻柴犬 他進來的時候 直到有一片騷動 最初大家都誤會了 他是太郎 其實他叫 萌萌啊 Hello 我們呢 有一個意外的收穫 我想說 太郎 剛才不是說 太郎四點才開工 但他在裡面 看到另一隻柴犬 所以我們就和他拍照 他叫萌萌啊 好可愛啊 四歲半 真的太郎 就是九歲 我們離開了café之後 就沿著大街一直走 大概都是五分鐘 又出回碼頭 沿路的時候 我們竟然看到 很多人在這裡曬的 鹹魚啦 魷魚仔 都挺有趣的 看看我的天空 當日的天氣 是真的非常之正 白白的雲 藍藍的天氣 好正好正 不用兩分鐘 第二個景點 那些壁畫 就呈現在我們眼前 我們所見的 整個西貢 真的很多壁畫 每一幅都有不同的特色 其實我真的不想多說 不如你們慢慢看 色彩繽紛的有 好正式的有有 簡潔的有有 好標誌性代表西貢的有有 不如你們自己去感受一下 我覺得你一定會收到一種 很濃烈街頭文化的氣息 不相信嗎 自己去聞一下吧 來到公園的另一邊 我覺得這邊的畫作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因為它除了黑白之外 非常之色彩 還有它畫很大很大的花 我覺得色彩繽紛之餘 在這裡拍照 在這裡打卡 就絕對一流了 西貢最出名的 除了是海鮮 其實最標誌的 就是牛牛 在西貢 你經常見到 整班牛出沒 今集就介紹著兩個景點 我們就準備回到九龍 在途中 好回味之前拍過的相片 不如趁這個時候 show給你們看 到時你們去到 可能拍得更多的相片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好喜歡在你身後 牽手慢慢走 你的手 我的手 不自覺即相扣 看完這集 記得讚好 分享 留言 免費訂閱 還有 茶衣日常 下星期再見 拜拜